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 当一个系统在旋转的时候 它所拥有的动能是多少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当你要达到这样的一个转速的时候 你需要多少的动能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动能的计算工程就是 用它的转动惯量呢 乘上一个转速的转速 当它当时的这个转速的平方的二分之一 这个公式呢代表着就是说 当一个系统的转动惯量 如果越大的时候 你要让它转动的时候呢 要达到这样的一个速度呢 它需要的能量呢是比较大的 那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当一个系统在旋转的时候 它当时的转速如果是omega的时候 然后它的动能呢 可以利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就代表它这时候呢 拥有这么多的一个能量 那我们下面呢 那我们下面呢来看这个例子 那我们知道地球的半斤是R 那质量假设是m公斤 它自转的时候 当地球在自转的时候 它应该需要有多少的能量 但那个自转呢 是只自转一圈 自转一圈 那我们就利用刚刚的公式来计算 那我们就利用刚刚的公式来计算 因为这个地球它是一个十星的球体 所以它的转动惯量呢 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它是五分之二的 mR的平方 这是地球的转动惯量 那它的那个角速度呢 自转一圈的角速度 我们在角速度是要2π 除上T 那2π的话呢 大约是这个6.28左右 那我们到它自转一圈的周期呢 是一天 24小时 所以大约是86400秒 那我们就带入刚刚那个公式 它的自转一圈的动能呢 K值 就会等于二分之一 i ω的平方 那我们就把这些量值呢 把它带进去 因为这个地球的质量 这个跟其他的半径呢 是可以找到一些质量 我们带进去以后呢 就可以算出它自转一圈 所需要的这个能量 那最后的这个总结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这个 一个旋转体的转动观量 如果越大的时候 或者转速越快的时候呢 它这个需要的这个能量呢 是越多的 那有关这个转动动能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